投資朋友圈助理你的投資決定 歡迎大家來到深入 潛出互通有無的單元 這個單元我們會密切地 與國策政策聯繫起來 找了一股專家 一起來探討一下 對於後世的看法 今天在視頻的另一端 是我們的老朋友郭峰 郭先生早上好 你好 關注到俄屋局勢激化 影響到美股重挫 事件衝擊之下 A股未來的趨勢將會如何呢 是獨善其身 還是難免被波及到呢 好的 確實 到近期應該說 歐局勢還是進入到 一個比較緊張的局面 所以對歐美股市 也都帶來了一定的衝擊 那麼特別是俄羅斯本身 股市曾經在本週初 連續最大跌幅接近20% 但是後來應該說 還是因為有一些互盤的動作 出現了一個止跌反彈 但整體來看 我們覺得這種低延政治的影響 應該說更多的還是從心理預期 或者說隨著外圍市場的傳遞 對國內投資者帶來 這種觀望的一個情節 但整體來講 真正對我們的衝擊 應該不是很大 更多的衝擊可能還是反映在 全球的大宗商品 類似像原油和黃金的 這種大宗商品方面 反映可能會更激烈一些 那麼體現到股市上呢 更多的還是一個情緒上的一個表現 目前A股呢相對來說 經歷了春節前的一個快速探底之後 基本風險得到第一輪的一個釋放 目前呢開始進入到一個 震盪修復的過程當中 可能還是會有一個等待 一個是等待 俄烏事件的落地 第二個等待美聯儲三月中旬的加息 所以我覺得這可能是兩個時間重要節點 那麼真正對資本市場 對國內投資帶來真正影響的 可能還是聯儲的加息動作 會對全球的資本市場影響會更大一些 所以短期來看 大牌還是處在一個正當修復 和等待的一個過程當中 那我們在政策方面 關注到2022年中央1號文件發布 大力推進數字鄉村建設 全面實施種業振興行動方案 大力推進種源等農業關鍵 核心技術的公關 那麼從中央1號文件來看 究竟帶來了哪些投資機遇呢 確實 應該說呢 每年都會有中央1號文件 關於農業方面的一些振興方案 所以呢 從今天1號文件出來之後 市場的表現呢 並沒有像上週末的 像東速西算的這樣一個政策出來 影響來的這麼大 相對來說 我們觀察了一下 今天上午很多相關的農業股呢 都呈現出了一個高開低軸的一個行情 那麼這可能也是一方面 可能也是顯示市場追漲的心態不足 還是 或者大家也都預期到1號文件會出來 但是就據 1號文件 我們來看呢 我們覺得每年它都會有一些新的提法 今年呢 明確提出了幾大方向吧 一個就是明確強調糧食安全 所以呢 在種業跟種植方面 應該說是一個會有一些長期的利好 還有呢 提到了一些鄉村建設 特別是提出了樹脂農村方面的 這種未來的樹脂農村的建設可能也會加快 那麼還有就是農機 農機政策以及整個綠色環保角度 所以整體來看呢 內容可能還是需要一個消化 但是一旦這些特別像跟種業跟種植有關的 以及可能很快出現了一個充高回落 回到一定程度之後 後期還是可以值得反复的一個關注 所以後期呢 我們也是可以反复關注 這些相關的板塊了 另外原材料成本的上漲在疊加競爭加劇 我們關注到油毛金龍魚 在業績之後出現了暴跌 這究竟是預期之內還是意料之外 又給A股市場帶來哪些啟示 確實金龍魚的整個業績下滑 也是引發了市場的一個關注 那麼業績披露之後呢 確實也出現了一個比較大的一個下跌 應該說也是很多機構長期持有的話 確實帶來了一定失望 所以呢 實際上反映兩個現象嘛 一個 近期因為現在進入到一個年報財報披露期 整個未來一段時間兩個月左右 都是一個業績集中披露的過程 所以呢 大家對業績可能會比較敏感 因為本身市場相對疲軟的情況下 業績變成為一個比較關注的一個焦點 業績增長的情況下 股價支撐更容易得到 如果說業績低於一期的話 甚至爆出冷門的話 可能會引發大批量的這種踩踏也好 減倉 平倉也好 所以呢 金融魚可能因為這個業績低於一期 所以呢 市場機構之間出現了一個 出逃的這種現象 那麼第二個呢 反映的情況 確實實際上我們看到 從今年以來 多隻龍頭股紛紛出現了這種下调 所以呢 這一反映出就是 原來機構比較集中持倉的一些龍頭品種呢 一方面它對業績的要求是比較高的 你只有在不斷滿足它的一個 高增長的情況下 才能支撐它的一個高估值 那麼相反 今年的一個特點就是 原來機構集中抱团的一些重倉股 反而哪怕業績有增長 但是如果不及預期 甚至低預期的話 也來減倉的行為 所以這可能也是反映出一些龍頭品種的紛紛 進入到一個殺跌或者說殺估值的一個過程 那麼這其實也反映一代說 大部分的龍頭股完成一個人調整的話 可能也預示著大盤即將有一個 見底的這樣一個信號 另外我們關注到 《經濟日報》今天發文是指出 警惕以元宇宙名義非法集資 近期關注到政策對於元宇宙的質疑聲非常多 那麼這個瘋口行業是不是要熄滅了呢 元宇宙會不會成為下一個比特幣 可能在外圍市場十分火爆 但是在國內卻要受到監管打壓了 我覺得這個問題還是要一分為耳 管理層出台的 關於藉元宇宙的這個題材來 盲目的集資這個行為 確實是要進行一些控制 但是從元宇宙這個現象來看 應該說跟比特幣 我們覺得還是有很大的差別 因為比特幣它更多的是一種 取代貨幣的一個形態 所以這也是各國央行是有分歧的 因為完全我們的央行 完全有理由未來推出數字貨幣 所以不可能完全應用比特幣去做一個應用 但是元宇宙它相對來說 更多的是一個虛擬世界的一個 也是一種應用場景 所以隨著技術的發展 元宇宙跟現實世界應該說是一個平行發展的過程 所以這個形態應該說不會消失 因此我們覺得目前政府打壓的更多的是 藉這個元宇宙的名義去進行一種非法集資的一個現象 但是真正通過軟硬件的一個開發 通過這樣一個元宇宙的研究 未來這個行業的前景可能還是 就像類似的像區塊鏈技術 不可能因為打壓比特幣就不發展 區塊鏈技術一樣 所以實際上元宇宙未來的整個應用 隨著網絡的不斷的更新之後 未來的應用機會可能也會越來越多 所以投資者還是要一分為二地去做一個對待 另外在政策層面 我們關注到最近也是不斷地釋放一些 積極信號對於房地產領域 關注到房地產市場 現在已經出現了奇穩回暖的跡象 但是今天經濟日報同樣是發文指出 穩樓市需要緊防市場過快上漲 這個意圖究竟為何是意圖降溫嗎 那麼地產股未來的走勢又將會如何呢 確實實際上過去一周整個地產方面的信息 應該也是蠻多的 特別是從廣州 蘇州傳來的一些 對地產利率的小調整 對整個首富比例的這種變化來講 應該說體現出了一些穩增長的意圖 那麼部分城市的房產政策 確實有一些鬆動的這樣一個信號 但是結合政府的這種表態來看 我覺得還是更體現出的這樣一個 一成一側的這樣一個政策吧 也就是說對房地產行業 確實還是繼續體現出有保有壓的 這樣一個特色 並不能因為某些地區放鬆了地產政策 大家就認為全國都要進入全面放鬆 這種理解肯定是錯誤的 但是至少也傳遞出一些信號 就是說整個有保有壓 讓房地產進入到一個有序的 良性的一個增長過程當中 那麼也是基本上消化了去年底 因為部分民企的這種債務危機 應該說整個地產市場 開始進入到一個良性的一個循環當中 所以這是一個值得關注的信號 所以如果這種信號能夠傳遞下去的話 一方面符合穩增長的預期 另一方面對前期調整比較充分的 優質的地產股實際上相對來說 他們的機會可能會更多一些 所以整體來看 對A股裡面優質的地產股 反而具備一些估值修復的機會 明白 那麼這一時段也是非常感謝 郭先生給我們帶來的精彩解讀 接下來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廣告過後和大家繼續聊 我們就一碰到